天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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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魚豐叔叔 歡迎收看蒼空奇祥的新卡簡評 這部影片將以指定模式著重分析 在聊新卡牌之前先來看看此次推還金的卡牌吧 這次主教推還金的卡片有這些 幸好庫魯特退了不然的話之後的天壺又能補又能打 恐怖喔 大家又愛又恨的天盾退了 未來可能變成天壺之聖滿街跑 後期利用白藝守護城拉埃特爾的手段 會變成拉巨天金牛來尾刀 首先先來看第一張牌 七寶石公主 雷菲爾 卡片超美的 能力超級浮誇 永久的被卡薩斯的結晶下了效果 雖然說無法疊加能力 可以疊加的話還用完嗎? 但這也表示一到兩張牌也可以列入構築 即使不是天壺牌組也可以掛一張來使用 所以人人都可以合一張來玩 我覺得這張牌之後會遭到很多人的怨恨 用來搭配天壺之聖扯到爆 可以很輕易的把節奏拖到大後期 自己場面做優勢交換後 從者還可以回血更難解 而後期之後更可以加速叫白龍出來 我需要更多的拆護符手段 聖光牧師 勒內娜 烏坡 惡惡的體質 進化拿聖水 喔不 是進化可以拿到命運抉擇的牌 羅內娜的聖水 1費補2抽1超強 即使不玩天壺應急的時候喝一口非常棒 羅內娜的鐵拳 4費雙解的時候打4點還是挺不錯的 那本身的話他只要傷害能打到3點以上 就是一張不錯的牌 特尼斯的肅清 之前的審判變成消失的能力 現在多2費有點貴不會放滿 8費打下去的話沒有場優 給對方再鋪一波 賺的是排差啦 要看一下接下來的新環境才能決定是否有用 如果新環境主要是靠鋪場以及高質量的生物戰怪的話 就需要稍微放個1到2張 天譴神父 這個是... 體質像是之前的狂熱驅魔師 體質很爛 單單用來進化解一不好用 原因是進化後的一一根本換不掉什麼怪 不會放而且這張卡面長這樣 蘇菲亞 進化後的能力可以直接復活一隻 但是限制本回合死掉的蟲者 所以要先送掉自己的蟲者 用來復活有羨慕曲的蟲者比較好 像是白雪或者是天馬杜拉罕 甚至是圖坦卡門 這樣就超噁心的 但以搭配性來講的話 要先送掉自己的蟲者再復活 並不是特別的好用 瘋之生女 海生 213的守護 恩? 噢... 進化後的體質破格 戰場之後可以突然間兇起來 如果進化後的體質怎麼突然破格那麼多 烏點體質也太扯了 那誰還要放蛇神女祭司啊 內向的月兔妖 體質能力方面都不錯 自我回復這個效果可以很好的跟天虎之色做搭配 還有一個暴能的效果 那麼以指定主教的牌來講的話 沒有什麼好跟前行做搭配的 蹲起來就是單純的搶傷害或者是接場用的 剛好三費現在沒有特別好用的牌 蠻有可能會選用的 這一集的卡牌就是這些了 最後我統整出來的結論就列在畫面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訂閱、收藏、投幣、支持我 那我們下回見囉 掰掰